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 李摩恩采访报道 大陆医生 疫情猛入原谅暴增 医生被严控 近日 中国某医院的主任医生 向大纪元爆料 新冠疫情从未远离 病毒毒性未减弱 甚至比以前更猛烈 而官方像疯了一样严控医生 销毁所有疫情资料 不准检测 不准承认新冠等 谁违抗就关精神病院 病毒毒性未减弱疫情猛烈 入住量暴增 新冠疫情自2019年底 在武汉爆发 中共一直在掩盖真相 近期 中国也看不到任何有关疫情的报道 但民间不断爆料 中国疫情并未结束 仍然来势凶猛 大陆一家医院主任医师刘医生 4月4日对大纪元介绍 我所在医院 入住量暴增 很多患者进医院后没有床位 都是先借药使用 入院后还药 从来没这么火过 有的医生都累得腰疼 想想啥概念 都是新冠患者 刘医生说 基本都是新冠加后遗症同时来了 大人小孩都有 比如心脏疼 胃肠炎 糖尿病 带状泡疹 新感染的咳嗽 胸痛 嗓子刀片痛 后诊是那些患者 不少是心脏疼 感觉胃难受 但实际都是心脏疼 说明他是右心衰竭 右心病毒性心肌炎 好像是胃疼似的 新冠病发症的那种 对就诊病患的症状 刘医生说 有迷糊犯晕的 趴在床上起不来的 一起来就摔跟头 胳膊都骨折了 有些膝盖疼痛 直不起腰 一直在走廊呻吟的 还有拉肚子 腹泻 腹痛 呕吐 很多患者就是在屋里呕吐的 拉肚子的 屋里吐一地的 有的晚上就死了 刘医生说 一般是晚上死了 就悄悄地抬走 往出抬人 四个人抬 一人一百块钱 都是半夜往后抬 白天不敢抬 疫情时候就是这样了 他说 症状跟疫情爆发时一样 在家基础病 都是熟套子了 对于所谓病毒毒性减弱了 刘医生认为 那是骗人的 只能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隐秘 比以前更猛烈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至于我们医院 以小孩为主 以妇科为主 小孩死的就更多 他说 倒地猝死 在线医生自制中药 偷偷给患者 究竟多少人感染 刘医生说 医院患者一直在增加 比如我们医院 具体多少患者 医院也不告诉我 假设我们医院 有五十几张床 当然实际比这多 那患者就达到 三倍到四倍 有些患者 来了十多天了 还没能住院 还没有电脑登记 连床都没有 那患者都要上附近的旅店 听护士说 上那地方去住 然后有医院的人看着 有人住来住去 都不知道是哪个医院的了 刘医生表示 我们这场疫情 是属于寒湿液 就是与寒雨湿有关系 怕凉 怕喝凉水 好拉肚子 然后高烧刀片嗓 这个寒湿液 它是病毒造成 吃那个普通抗病毒药不好使 我们事先就准备了中药 自己都偷着服药 也给患者几例 然后他们知道了 都偷着来问我们药 往你兜里塞浅 他说 我周围感染的人很多 包括我们大夫 有个大夫的妻子感染了 本来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让你妻子来 他妻子不干 非要到医院来 本来那老太太身体很好 到医院来待两三小时 打一瓶到两瓶点滴 他回家以后就特别难受 就给丈夫打电话 这位大夫就急眼了 问我说 这个怎么整啊 我说这是不好办 你快点拿五粒药 赶紧回家给他吃上 他就赶回家了 当时他妻子正好烙饼 说你先吃个饼 他妻子一回身就倒大了 他赶紧跑过去 再往他嘴里塞药 就塞不进去了 就等着往医院拉 最后120车都打不着 没过半小时 他妻子就过世了 刘医生说 我认识的还有 昨天还好好的人呢 睡一宿觉 屋里吐了一地 第二天早上 一看就走了 听那些患者说 大夫你知啥最火吗 一个是你们医院医生最火 另一个就是那个火花厂 火花葬品 什么兽医啊 纸钱啥的 那玩意儿最火 原来开饭店的都不开了 都变成那个兽医店了 老忙了 不准承认新冠疫情 否则送精神病院 中共当局不许透露 大陆疫情的真实情况 刘医生表示 现在管得太严了 太不好整了 要是以前 就不说别的 我可以把那录像传过去 但现在不行 太严了 太狠了 刘医生说 对到医院来的病人 谁都不准做检查 不准给测阳不阳 把免费测阳 那个设备全都拿走了 医院里一丁点 跟疫情有关系的都没有 就是那么硬挺 只能从临床症状判断 这次看得太紧了 他说 其他医院情况不知道 我们医院已经开了几次特别会议 有我们当地卫生局常务副院长 局长亲自讲话 会议要求几点 第一不准提疫情 第二点关于疫情资料的事情 一点不许再有 第三 患者如果要问 这个病是不是跟瘟疫有关 就得说是吗 有这回事吗 我们没有做测试 怎么知道你生事疫情呢 局长还强调 不要承认 谁承认谁负责 退休奖金 反正是跟你挂钩 实在不行 就精神病院见 就是这样 这是全国性的行动 所有资料都不能留 纸质的不能留 电脑也不能留 打疫苗的记录要删除 核酸检测的记录 和整个抗疫过程中 政府一些出洋项的东西 全部要销毁 有知情人 二月底对大纪元 透露 中共已要求全国的医疗系统销毁所有的新冠资料 中共像疯了似的严控医生 刘医生是会诊医生 两科主任 他说 疫情非常严重 中共当局严密监控 现在所有医院接触疫情患者的医生都被监视 各科室不能串门 我们会诊大夫 不能随便上病房 病房是由一般医生去 别的医院根本不让去 我们就是两个县 一头是医院 一头是家 你到家时 那个政府官员 人大或正邪的 就在你家跟前 往车里一坐 你出去走不行 大夫都被看着 你说 我想上超市买点东西 那后面都跟着人 都跟两警察 和一个政府工作人员 三个人看着你 他说 以前我们能开车 现在车也不能开 骑自行车都管着 电动车更不行 你得走着去走着回来 要不的话 监控不了你不行 就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严 而且每天我们离开办公室之后 他们都会进入医院检查 骗骗指 都不要有关于疫情的一点点痕迹 看得非常紧 像疯了一样 他还说 以前有些会我还主持 现在有些会都不让参加 上班只能在我的办公室 和诊室待着 其他地方不让走 就这么严 走廊里有国保警察 政府官员 有巡回的 有穿警服不穿警服的 流动监察 搞得很严 大陆医院都这么严吗 刘医生说 应该每个医院都这么严 不可能单独对一个医院这样 就说上面已经是 怎么说呢 像疯了似的 就连那个国保大队队长 都被收拾了 不知原因 不少人都挨整了 他说 开会上级一来 有啥不好事 他不是跟你这么好好说话 而是张嘴骂 所以不正常 像疯了似的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了 中共极力阻止民间透露 疫情凶猛的真相 早在2023年1月 法轮大法创始人 李洪志大师就开始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 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而如何在这场瘟疫中 趋及避凶 李洪志大师指出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造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造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 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